一一检查绳索和烟火管线是否牢固 台北市劳动局27号到台北101 针对烟火及高价作业进行劳动检查 要确保释放过程安全无余 这个记录部里面可以了解 确实有落实执行 售封面比较大的地方 东北东面或者是北面这边售封很大 所以像一些管线这些的这个维系 可能要再加强一些 我想这个安全是最重要 固定的是很牢 但我们希望它能够更固定的更好 受到冬天 东北季风影响 银封面电线设备 电网及防水等装置固定 得持续强化 检查重点还包含不能有明火 电动机具不能有火花 还有预防感电设备 除了结合光束灯及镭射展演 一万六千发烟火 为了安全也以电力释放 不靠火焰点燃 检查是我们在这里的最后手段 但前面它是占百分之九十五 甚至九十九都要做好 而除了101群力备战 跨年烟火秀 民众及摄影爱好者也早早锁定观景地点 像在市区的市府广场和新一路徒步区 同时能欣赏山景的福州山公园景观平台 及虎山观景台 还有广阔的彩虹 美梯等和平公园 挥别2022迎接2023年倒数计时 解封后第一个跨年各界瞩目 不管近距离欣赏或是远眺烟火秀 安全性都是首要考量 新新闻曹一生和坤远 参访报道 立刻下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 请不吝点赏